在這裏面前面 是在這裏面前面 但你不覺得 很好看 因為我做生物 果凍姐姐 果凍姐姐 妳很厲害 專門挑蛋黃區的房子 而且其實我好像不到200萬 但是妳是打氣氛工 把它拼出這個錢的 其實我就是 從小時候 就有一個理想 就是要有車有房 然後這人生 就到一個里程碑 所以很早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想要 一直存錢... 然后就是想要买人生中第一间房子 对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记得 因为我从小就是住在西区嘛 但我的梦想就是 我总有一天一定要住到东区 所以我那时候买房子的时候 就是一直往东区去发展 比如说想找大安区啊 然后或者想找信义区 其实我也找过 但是因为就觉得 我手头这个不到200万的这个头期款 好像在那边只能找到一些 算是小型的那种套房 对 然后可是我又想说 套房也是可以啦 可是套房里面又有分有一些是可能 使用空间比较大的 比如说它有一些加乘或什么 就是你等于花同样的钱 可是你的使用空间会增加的 所以我又找了这些房子 可是那时候我进去找的时候 就大安区信义区 我都找这些比较挑高的房子 我又觉得说 这些房子 格局都让我觉得好像不是很满意 因为很多一进去的时候 就会先是一个厕所 要不然就是先是一套厨具 那就是跟我理想中的感觉 好像又不太一样 就后来我那找找找 然后找到后来有一个房仲 他跟我讲说 这个你一定会喜欢 然后呢我就说真的吗 我不要那种很奇怪的地方的哦 他说不会 他是离忠孝新生很近 走路只要六分钟 我说有这么好康的事情 他说对 可是他的门牌缺点就是 他是挂在中山区 然后说那也OK 可是因为我很想听他讲说 这个CP值很高的这间到底是怎样 结果我后来就去买了 我人生中第一间房子 27岁 那时候是27岁 2012年 很快就决定 因为我大概看房子 到我买下去 大概都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决定了 所以就是看房子加买 对然后这个时候这一间只花了880万 他也是套房 对 他可是你看他的格局 大家看他的照片 他其实门是在就是这个方向走进去 所以他一开始进去 他是完整的一个客厅 对然后客厅进去之后厨房是这样子 就是一个单独的空间 然后厕所在这后面 所以跟我那时候想的 就是那种什么一进去 然后就是厨房跟厕所那种完全不一样 这很像一个 我都叫他是我的小透天 因为他的房间是在二楼 对 所以就是一楼等于是一个完整的空间 就跟一般正常的房间是一样 他其实是4米2的那个 超高的一个房子 对 那如果用这一个 平数来看的话 你应该可以用到 大概是17平吧 有吗 那时候是12平 12平左右 使用到12平 对 那可是他的一个权状是10瓶 换算下来的话 那个中南部的观众朋友一定会觉得说 这种房子到底要卖给谁啊 真的 果冻姐姐他们就会买 一瓶的话那是88万喔 虽然你看喔 买10瓶88万 一瓶是88万总共买10瓶 总价那是880万 那你怎么样处理他的 怎么样处理他的 第一个就是那时候生活精神确实很好 因为他距离学校很近 他就是 他周围就是跟北科是一起的 所以他的 不管是吃饭啊还是买东西啊 就是周围还有光华商场什么的 是 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其实算是还蛮幸运的 因为我一买的时候就有 我们公司有一个老师 他是帮我们所有艺人算的老师 他就说我跟你讲 你这里算不错 但是你住不到两年 你应该就会换了 我怎么可能 我才刚住进来而已耶 他说你这里 都好 但有一个缺点就是你的门啊 是跟楼下的门是对开的 这样你留不住财 那你本身个人呢就是 他帮我算了之后他就说 反正你不到两年你应该就是 就会换房子了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 不可能就听听就算了 对然后结果 后来呢 真的不到两年大概住了一年半的时候 我有一天回家的时候我就看说 奇怪我们家隔壁的隔壁 就是边间比较大间的 怎么有人在那边搬家 然后他是比较大间的 因为边间就比较大间嘛 然后我就进去问 然后他就说他们要搬走了 那那个房子要卖 我就说哦 因为我很喜欢这一块地方 所以 但是原本住的确实有点小 所以我就想说 边间这比较大间要再卖哦 那我好像可以看看是不是可以 把这间卖掉然后换过来 然后我就研究一下 那时候我真的还算幸运 因为那时候宗孝新生 三条的线全开了 但我买的时候他还没有开 所以他那时候 三条线一开的时候 一瓶当初买是88嘛 然后那个时候冲到 最高的时候有卖到一瓶 一百块一百二左右 一百二 一瓶一百二十二 是不是觉得很难相信 对 一年多 一年半而已哦 所以就把它卖了 对 对 后来我就会赶快想说 我就把它卖掉好了 换成大间一点的 而且是同一栋同一层的 隔壁的隔壁 不错耶 我那时候没有想太多 因为我就想说 虽然就是卖是糕点 买也是糕点 可是就是 我可以用小换大的方式 就是补一点点钱进去 然后住比较大间的房子 你卖掉是卖一瓶多少 我那时候卖确实快要卖到 一瓶一百二 差一点就是一百一十几 你买呢 我买八十八 不是啊 这一个啊 你后来再买的这个啊 后来这一个 你换到大的这一间 开价是一千八 可是那时候我买大概快一千五左右 怎么杀的 就是因为后来 那天去 看了他们家房子之后 然后他的女儿 跟他的太太好像有认出我 然后就冲来我们家 他就说我们想看一下 你家长什么样子 我就说好 进来进来 然后就开始聊起来 就说哦 然后就是女儿很喜欢 你可以跟你照一张像吗 什么的 然后我就说好啊 他是你粉丝 我心里又想说太好的感觉 好像又更有希望可以去杀架 对 然后 因为因此而不敢杀架吗 因为被认出来是偶像 对啊 偶像出现 对 他就是卖房子跟买房子 都怕就是对方 就是比较来路不明嘛 可是我就觉得这样子应该就是 是好的啊 对我来讲是好的 然后后来就是有跟他周旋 算是周旋 就等于是说我要卖掉的那个房东 他就说没关系 我就帮你卖掉这个 然后这件要买的 我也帮你一起谈 然后我不算你仲介费这样子 对 等于是说 他都一并帮我处理 但是他只收一个我卖掉的那个仲介的那个 他只收取那一次的仲介费 这是一个好方法耶 对 但是就是有当初 所以是同一个仲介是不是 同一个仲介 同一个仲介帮你这样处理这样子 就是卖这一间然后买这一间这样子 而且我中间的时间不能有差距 因为如果我这间没有卖掉 先买这一间的话 我就没有这么多的钱 对 所以我就跟这一间 后来第二间的房 就是原本的 请他宽限你一下这样 对 我就说你等我一个月 我先把我这间处理掉 然后我就立刻会跟你买这样子 你等我一下 你中午也就先不要卖给别人 这中间 对 然后他也OK 就是你抓住他女儿的心就好了 所以爸爸妈妈就答应他了 这件事情我们有专门出去约在那个咖啡 听喝咖啡聊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那时候来看房子的人很多 然后我就想说 一定要先跟他讲一下 等于先是 你说他的房子也很多人看 很多人在看啊 你像那时候卖房子多好卖啊 而且120万一瓶的 而且他是这样子转 你看一个月的时间 后来把这个 这个十瓶的把它卖掉 脱手 一个月就真的就把它卖掉 不到一个月 因为这个房型 其实在那时候是蛮稀有 就是那时候蛮抢手的 因为之后好像 就不太能有这种房型了 那现在你还没有再去打听 他这边的房价大概是多少 这边现在大概都九十几到一百 还是可以 那还算是维持非常高 但是当初脱手还有一个困扰点啦 就是你那时候有贷款 对不对 对 你等于是一年多就脱手的话 那贷款委员了怎么办 那时候就是有算了一下 因为还好总价没有很多 所以好像就有稍微付掉银行一点点 几千块我记得那时候啦 才几千块的 快一万块还是多少 其实我也忘记 但是我就想一下 好像没有大家想的这么严重 因为那时候我登记的时候 因为我是自住嘛 所以等于他们不会觉得我是投资客 就是要把它卖掉什么的 然后银行那边也就是 跟同一家就是带了第二间 所以只是转到另外一间 所以其实好像就没有付很多的违约金 大家觉得这违约金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算 其实老实讲 现在这个提前还款的状况 我觉得银行会有这样的认知啦 你为什么会提前还款 那你又还啊 比如说你有钱啊 我想不想再跟你做生意 对 对不对 银行反而不希望你 你要想想看银行的算盘 虽然说我先讲房贷 它的逻辑是什么 20年房贷 所以我先把利息都算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你如果现在为了要提前 你有能力提前还款 表示你还有钱嘛 不管你先是买股票赚了钱 你买房子赚了钱 或者是你卖房赚了钱 或者你市族赛压队法国赚了钱 我都还想借钱给你啊 你要想银行的心态是这个 所以这些东西是表定的一个数字 所以其实这个都可以谈 我们讲 但是我觉得一般 不要讲一般了 一百个人 九十九个人不会去看 那个银行借款的那个契约书 对 对不对 因为每个字都很小 然后代书或者仲介 房仲在跟你讲的时候 那个没有差多少钱 那小小 基本上就是信任这个银行了 信任银行 信任代书 那只有到这种说 碰到违约金的时候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都可以谈 就这样讲 你另外我还有一间房子 要带给你 这个东西大概就拨过来嘛 我这边逐销那边拨过来就好 那个是银行 银行那个违约金可以谈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他房子换房子 好那我要问嘉欣 这里面的话中介费应该怎么算 我们这样说好 内申部的规定是 买卖双方加起来的服务费 不超过6% 所以在不超过6%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 因为有一些门店 他的一个所谓经纪的经纪人员 他有一个就是对于每一件个案 他有一个基本的服务费的一个成本 所以其实有一些有一些业者 他就会觉得说他可能没有办法让 那当然如果说是像 我果冻姐刚刚遇到的这位 他的这位经纪人的话 那他可能有一些些的一个 其他的一些空间 那可以来去做一些调整 我觉得果冻姐那种操作方法的话 我觉得很灵活啦 就是他住了那个社区 他喜欢那个社区 然后他希望以小换大 换到同样的一个大社区 佳馨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 那个房市非常活络的一个时间点 这样子进行在换房 也许那个机会会比较多一点 那你看他一个月就会卖掉 可是现在如果要这样子换的话 要怎么办 有点拼啦 通常我们如果说在换物的话 通常会两个做法 当然是先买后卖 或者是先买后卖 其实先买后卖的问题事实上不大 因为你其实大概就是资金的问题 因为如果说你先买后卖的话 你事实上就是反正到时候 你就先搬进去房子 空的让人家慢慢卖 那如果说你是先卖后买的话 我们有一个朋友他的操作方式是说 他跟就是买方说 你可不可以租我几个月 然后我透过就是租人的几个月 你当然不能会偷太久啦 就再去找房子 所以这样一般来说的话 有一些买方如果说他的压力不大的话 他可能他就会跟你说 那这样的话不然我们就是三个月 或者是六个月 我先跟你签一个短租约 那等到你找到房子之后的话 我们再去做交务 那这个也是可以看的 先找卖方 把自己的房子先卖掉 对那但是就是先用售后回租的方式 去做操作 但是真的不要等太久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拖了两年 就是租租租了两年 然后房价一直往上走 所以其实在这种所谓的一个 换屋的一个过程来说的话 我们会建议速度上面相对会比较快一些 所以我们为了租租去做操作 咱们说这个扶租的到这种 是直接用售扶保护 然后户子 行使用售扶保护 在实际上 我坐直到腿在并肊 不处理一旁 再来